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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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講 那個年代 機車背頭你根本要找回來的希望 是很妙吧 可是隔了一個多禮拜 我預計真好 突然有一天啊 陽明山那邊有個警察打給我 他是江先生嗎 你是不是有一台機車車號多少號 我對 找到 寫三谷底下 我那時候一聽到我說 車上有沒有什麼遺骸還是什麼 他說沒有 就是你車子的遺骸而已 他說你趕快來認領 這遺骸幹嘛還認領 可是我心裡想說 那還是有錢 還是有價值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還滿興奮的 因為至少被找回來 結果我一到現場整個下手 他那個車子 他就只剩那個龍骨 還有那個紫色 那個粉紅色的殼沒有人要 就丟在那個3B面 你騎粉紅色的摩托車 對 我剛才講 豆沙粉紅色 然後那警察很好心在現場 他就說 同學啊 那你這個打算怎麼辦 我說算了 我不要 不行 你這樣放在那邊的話 你有辦法問題 變理違反你知道嗎 我說那警察先生 你可以告訴我該怎麼做 他說你去叫那個 專門幫人家從那個山谷拖上來 好 我就叫那個人來 就機車好 來 他不拖耶 我說老闆為什麼不拖 他說同學 拖之前我們要先把價格談好 我說這樣好了 那不然老闆 拖上來我載車給你嘛 對不對 不行 因為你這台機車大概存兩千兩 我拖上來我要收你三千 所以你要再給我一千 所以那一次我心裡想 警察先生你還不如不要打給我 周末晚間8點55分等您上線